这条白皙细嫩的大长腿 是男人今晚的晚餐 鲁迅曾说 高端的食材往往也需要高级的烹饪 搅成肉泥后 经过精密仪器加工 肥肉成蜜汁酱料 瘦肉成筋道肉饼 两者一组合 大饼叠小饼 精心装盘 再加入脂肪奶油点缀 一份灵魂叉烧汉堡就做好了 小强是名牙医 来看病的客人就是他的菜品 今天运气不错 有位肉质上乘的老baby来诊所看病 墙壁上有一幅画 正忽善着大眼睛紧盯眼前的病人 不用怀疑这是小强在暗中观察 老baby也察觉到了 赶紧放下杂志正惊危坐 抛起了媚眼 早就听闻一声一表人才 今天过来 当然不只是看病这么简单 小强则在思索今天的油物 可能不太好下饭 但还是按下了一个按钮 老baby立马瞪大眼睛 下一秒一颗头 凭空从座椅上消失了 熟练的加工完食材 饱餐一顿后 小强痴痴地望向了隔壁的房间 对门是一年四季 萝卜精装般的阿花女士 平常总爱摆弄些花花草草 这脸 这气质 活脱脱长在了小强的心板上 从上到下 哪里都好 如果能喜欢自己就更好了 这是一只小手 轻轻出了一下他的脸颊 小强一惊 手没有停下来 继续抚摸他的脸蛋 小强一脸沉醉 难道他的爱情被回应了吗 画面拉远一看 哪有什么女神 只是小强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罢了 深陷爱情的小强 决定勇敢一回 可等阿花把门打开后 他又不敢对话 闪现回房间 将礼物留在了门外 收到大礼的阿花 欣喜之情溢于眼表 迫不及待拆开盒子 却只看到一颗诡异的头颅 上着发条 眨巴着眼睛 瞬间房间里的灯全部熄灭 头颅似乎有话要说 男人砍下一条大腿 碾成肉泥 用它做成了精美的汉堡 作为无肉不欢的食人族 小强无时无刻不再与肉打交道 这不就连面对喜欢的女孩 送上的礼物 都是个品味独特的头颅 阿花有点被吓到 不知小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安上发条的头颅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他凭空长出手脚 站起来 问阿花知不知道 隔壁小强正在暗恋他 还想邀请他一起吃个晚餐 这么突然 还这么没有长夜 阿花让他滚蛋 董事的脑袋 立马叼了朵鲜花送给家人 希望他能赏脸 给个见面的机会 说完帕贝达 立马夺门而出 阿花这才笑了起来 一封邀请函 送到了小强的房间 他赶紧拿起来查看 信件上写着 阿花答应邀约 给他一个相互认识彼此的机会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小强已经兴奋地演练起了 之后一起跳交易舞的场景 还把衣服想象成阿花的手腕 牵起来留下深情的意文 可还没高兴多久 一看背面 竟然附着全素菜单 难道女神平常都是不吃肉的吗 事实上 阿花对于肉类非常厌恶 像这种可爱的虫子 他见一个杀一个 十人花都被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两个习性相差如此之大的人 又怎么做到生活在一起呢 小强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这时一位看上去 即将退休的爱情天使出现了 他告诉小强 想要获得真爱 就必须学会牺牲 这里有一盘胡萝卜 你得想尽办法征服他 于是他来到萝卜王国 想通过培训班速成 这里的学员 全被五花大绑 强迫进食素食 还看到一只体型巨大的人脸胡萝卜 被切成片状 供素食者们享用 他看到小强打了声招呼 小强惊叹出声 随即被捆绑起来 工作人员准备给他也喂食素食 他本想继续抵抗 可以想到心爱的阿花 新银行真的吃了下去 进化了的小强 准备好要和女神约会了 女人暧昧地将食物 围进男人嘴里 男人表情瞬间亮了 这饱满多汁的肉感 冲击力大到脑海里已经想好 女人做成食材的画面了 看他吃得津津有味 女人一脸满足 结果手指却怎么也抽不出来 他慌忙借另一只手食猎 男人却一口咬了下去 咔嚓一声催响 女人的手指就这样没了 好家伙 自己就出来约歌会 怎么就碰上这么个恐怖分子 几个小时前 阿花邀请了对门 暗恋自己多年的小强 一起共赴晚餐 双方都有一些拘谨和约束 好在这次小强早有准备 投其所好 送上一张唱片 阿花非常心血 进入房间后 两人碰杯喝起了小酒 可第一口 小强就吐了出来 一看杯子 竟然是胡萝卜汁 暗自放下了酒杯 而阿花又很快将食物递了上来 各式各样的蔬菜 当真是精致诱人 他满怀期待地看向小强 他强装镇定 将手伸向拖盘 食物全都变成了一个个的嘴唇模样 小强慌抽手 却不小心将水打翻在阿花身上 几次三番不给面子 他有些恼怒 但看在小强帅气的份上 当然还是选择原谅啊 梦境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动作 此刻竟然成真了 小强激动得热泪盈眶 而阿花就气愤到这了 起身邀请他和自己共舞 于是萝卜精和肉食男 合力挑了一段 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欣赏的舞姿 而近距离接触带来的肉味 让小强一时有点上头 不受控制的左扑右摇 好在开饭了 阿花躲过了一劫 可面对满桌的胡萝卜 小强实在下不去口 于是他体贴地用手指喂食 面对送上门的美味 小强再也抵挡不住 一口咬掉了手指 看着血流如注的伤口 阿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攻击完小强 躲得老远 却发现手指被缝好了 明白小强没有恶意后 阿花将叉子拔了下来 脖子的鲜血喷扭而出 那就先继续插回去吧 看到小强哭红了眼眶 阿花心疼地帮他擦拭泪水 回过神来 又有点懊悔 不该迈出这一步 而小强坚定地握住他的手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两人不再犹豫 慢慢向彼此靠近 既然选择了相信 那就不必在乎结果 电影可口的你 讲述两个完全极端的人 为了对方 舍弃自我 做出牺牲 最终坚守爱情的故事 片尾有个小彩蛋 所以你认为 之后阿花有被吃掉吗